受到日前台风影响 新竹五峰侵蚀道路包括9公里等多处 有发生落实路级崩塌情形 为了考量人车安全 已进行暂时性封路 陶山村长陈树莲指出 这地区还有族人居住 见请相关单位尽速处理 今天村民也是海盗我冲办 所以那边土石流还不能过 还有人住了有住家 所以我们想说还是要尽快地去抢修 对此乡公所已向县府提报 抢通抢险工程 近日将进行县地会堪 只要县府同意 会立即派员跟机具进场修复 恢复行驶 后续还会再申请载后附件 我们尽速抢通抢险 跟甚至后续的一个附件 我们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美景 跟圣地让我们的游客来分享出去 而在坚实致命景点老阴性步道 前阵子因下雨导致土石崩塌 砸毁步道设施 经修复后原本6号已宣布重新开放 但由于连日大雨 山区土石松软不稳定 又有石块滚落挡住步道的情形 为了游客安全 决定从7号开始再度预防性风源 风雨侵蚀以后 有稍微损坏 在改善跟修复以后 才开始开放老阴性步道的一个场域 公所表示会持续密切观察园区 确认武安全疑虑后 再重新对外开放 也请民众切勿冒险 擅自船路 以免发生意外 有一次新闻胡宋把杜 清楚坚持武风采访报道